我国农历历法自古阴阳合理 古人观察到 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为一节 太阳绕黄道一圈正好是24节 古人又将24节气分为12节气和12中气 节气中气一次交替出现 汉武帝时天文学家洛夏洪主编的太初历 首次将24节气定入历法 并规定一年365天 立正月为新年 并初一为朔即新月之日 十五为旺即满月之日 月大三十日 月小二十九日 平年十二个月 润年十三个月 正常的月份里 每月应该有一个节气 一个中气 对于阳历来说没问题 因为24节气本身就是根据太阳黄金 而划定的 但对于用数月周期来划定的阴历 就会出现偏差 由于一个说望周期为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 每个阴历月比阳历月几乎少了一天 每积累三十个月左右 就会出现一个没有中气的月份 这个月份就是润月 复属于前一个月 所以民间有个说法 三年两头润或三年两不润 民间含有个说法就是十九年七润 因为十九个回归年里 阴历比阳历多出来了七个月 这七个月就是润月 如果像伊斯兰不知润的话 就会出现季节与月份不对应 隔十六十七年春节就会出现在夏末秋初 所以太初历如此安排 使历书与季节顺应 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农史合拍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 我们下次见